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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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节我们提到教育部门 Web主的宣传片 其中有一句老师要专业 正正在GOV2012年颁布的C框里面 可以体现到C框在制度上 为C脂屯物提供全面的保障 提到质的提升 有点指老师呢? 这十年我们澳门的教育质量 都有提高的 从Pizza2015年的成绩 我们可以看到澳门已经成为了 具有优质教育和教育公平的 五个国家经济体之一 说了这么久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我们快点介绍他出场 在这十年里面 特区政府在非高等教育方面 有一定长足的发展 或者我分几方面来介绍一下 澳门是大中华地区 第一个实施 由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 十五年免费教育的地区 我们不断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好像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在非高等教育的投入方面 是27.6亿 一直到2017年 已经是上升到69.1亿 增长是2.5倍的 2014年 我们颁布了本地学制 正规课程框架 是以课框和基本学力要求 为一个核心作为发展 希望整体提升学生的全面素养 课程改革 基本学力要求的实施 到了2019、2020年 也完全覆盖了十五个年级 在优化校园环境方面 由2008年至2018年 对学校扩建重建的资助 是达到十五点八亿的 至于有扩建重建的校部 达到五十六个 提供了三万三千六百多个学压 校园的不断优化 我们的学生的人均 学校面积也不断提升 2002年生均的面积 只有7.14平方米 到2018年 已经上升到12.4平方米 至于提升教学人员的专业性方面 在2012年 我们颁布了 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 定了教师的职程 和他们的专业性 也定定了平和制度 提升了他们的福利待遇 以他们的薪酬 在学校报酬的方面来看 2009、2010年 学年 教学人员的收入中位数 是22.8万 去到2017、2018年 已经上升到44.1万 上升超过1.9倍 历年来的努力 我们看到我们的劳动人口 拥有高等教学学力 也都不断提升 2008年 澳门的劳动人口里面 只有20.8% 是拥有高等教学力 大概是6万8千人左右 去到2017年 已经上升到30.5% 大概是13万7千人 我们升学的比例 已经达到94% 特区政府也都很鼓励我们的居民 不断进修终身学习 由2011年至2019年 我们推出了三个阶段的 持续进修发展计划 到今天 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修毒 夏聪 我希望GOV的教育工作 越做越好 而我们说的东西就越短越好 既然是这样 拍到这秒钟 应该要收工了 但我们还有8集 那我们下集再见 好 拜拜 好 快好好 感谢观看